大家好,我是佳康 这是昨天咱们钓的那个真雕 看看这个颜色跟养殖真是完全不一样 粉盐淡粉色,非常光亮 今天咱们就用这条真雕做一回活鱼造磁身 在这之前咱们准备一点萝卜丝 上一期的视频有朋友问我这个萝卜丝是怎么弄的 是有一个这样的机器 手动的 它这个地方 它这边是个刀片 然后这边是切丝的 转的,像原来那种削苹果皮的那种感觉 把它插上,对准 这样这个撕就不断,出来的都是这样撕 就你萝卜多长,它就能搅出多长的丝的 还是刮鱼 这个鱼稍微小一点,我们就是给烫了所有蛋 来,完成 就去完整了,今天呢我们要用这个鱼的做一个造型 所以说除了这个中间这部分肉的位置 我们尽量给它保存完整 我们把这个腮取掉 这个腮就得小心一点 之前我们就常是切开了嘛 这次我们就不能给它切开了 这要切出来了 下刀呢还是跟之前一样 这边下刀 本来这个下边的这个 鱼鳍一定要留着 不要把它切下去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骨头呢我们就不切断了 骨头呢我们就不切断了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肉给切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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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现在我们给它先摆钓鱼,给它摆个造型,我们需要三根签子,两短一长,然后还需要一块萝卜。 然后把鱼架上,从这儿穿进来,给它穿到这里,穿到鲁鱼。 这样的造型就摆好了,然后呢,这个鱼鳍的位置,这不是现在它在底下吗? 没有人看,立起来,这个样子,这样才好看。 怎么弄呢?我们在这边,鱼鳍,上面第一根子,第一根短的,这么短的,非常短的一根子,把它撕开。 把这根子,切开。 这个单独的这一根,单独的这一根,切开。 切开以后,把鱼鳃打开。把它封到鱼鳃里,再合上。 这样它就立起来了。 这边也是一样。 这样就张开。 然后呢,背鳍。 背鳍呢,也是要张开。 这样张开,怎么弄呢? 我们把它最短的这根刺,第一根,我们给它剪下来。 这根子剪下来。 剪下来以后,我们从第二和第三中间的位置,下面,给它插进去。 这根子剪下来以后,它就张开了。 就给它遍住了,不让它回去。 这时候,我们马上就要处理预先了。 我们把这个,刚刚泡的萝卜,泡的萝卜,泡的萝卜丝。 我们给它,把水倒出来控一控。 现在我们再处理鱼肉。 剥过以后又出了好多水。 身处的这些水。 它是剃掉排骨。 这些水。 这个也是中间这个有一排刺。 我们把这排刺给它切下去。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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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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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